Blog有很多家,其中有一家叫做wordpress.com 这一家wordpress.com它提供免费的Blog制作,它也有提供进阶的付费版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怎样来申请这个免费的wordpress.com 首先进入到这个网址,wordpress.com 另外我相信大家也听过wordpress.org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wordpress.org这个网站它提供你可以自行去下载这个wordpress.php的软体 它是一个驾站软体 它可以把这个驾站软体直接上传到你购买的虚拟主机 利用PHP和MySQL资料库的网站方式自己去驾网站,自己去更新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wordpress.com,比较简单 wordpress.com是不需要购买虚拟主机 它只要去申请,就好像google的部落格 或者是无名小站的部落格 或者是yahoo的部落格一样,它是免费申请的 那免费申请的话,我们首先只要到这边来按开始 然后去注册一个账号 首先填入你的email 然后使用者的名称,它自动帮你以小小鼠前面这个账号 这个名称,当作你的名称 你也可以自己修改 就是说我把它拿掉 好,这是ok的 可是它告诉你说 sorry, that username already exists 就是说这个账号其实已经存在了 因为我之前就已经用这个账号注册过了 所以我一样把它加168好了 就让它不要跟别人重复 因为这是免费的注册 所以每一个部落格的网址呢 后面都是wordpress.com 但是前面呢就是这个 你自己取的这个账号名称 底下我们来把密码设一下 好,如果这个密码设定的太简单的话 它会请你去更换一个 它叫我们要用长一点的密码 那我们再把它换一个密码 好,这个密码是ok的 好,然后你的网址呢 这边有一个block address 就是你的网址 网址就是这个 你刚刚的账号 后面就是接着点wordpress.com 那它写一个0元就是不用付费 那这边下拉呢 你也可以去选择 你要不要去购买你的网址 比如说你要买这个 由方域168.me这个网址 那就是每年25块钱 那这个.com的话呢 流方168.com的话就是每年18块钱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都是 不用钱的方式来叫网站 好,然后呢 它告诉你说 底下有block有分成付费跟免费版本 那我们看一下左边的付费版本就是 有提供你的网址 有提供你的网址对应 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去购买网址 然后对应到这个block的空间 就有你自己的专属网址 那还有10G的空间升级 然后没有广告 然后可以自定它的设计版面 然后还可以去上传影片 它每年要99块的美金 那如果我们要购买的话 就直接按这个upgrade升级就可以了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是免费的方式 我记得免费的空间有达3G 其实也已经非常够用了 因为我每次上传的图片我都会先压缩过 所以一张图片其实只有几百k 被用到3G很难 这辈子应该用不完了 所以我们用free的版本 按create block 就是建立block开始 好,然后它告诉你说 检查一下你的email 它已经把它寄到你刚刚申请的 注册的这个email了 那我们去搜一下email 好,然后这边有个wordpress.com 啟用activate 啟用这一个网址 点开来看一下 好,它说感谢你 登入这个wordpress.com的网站 然后点下面这个按钮 去啟用你新的部落格 好,按下,啟用 好,第一步骤 设定你的blog blog title就是网站的名称 会显示在上面的这个网站名称 好,比如说这个网站我要叫做 网通奇迹好了 wc.777 最近这家公司非常的火红 所以有朋友呢,叫我帮忙 帮他做一个blog 所以我直接用这个blog的网站来做范例 好,然后呢 这个是optional 就是可以打可以不打的 好,这个就是解释一下你这个网站在做什么的 好,写一下商品名称好了 好,这个是万通卡 以及万通七重云 云端产品 好,语系 选一个你自己的语系 下一步 好,开始选一个布景主题 好,我来选一个布景主题 这个有标示价格的是收费的 那我们来选一个免费的 好,我选一个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看一下有没有 有没有比较简单又好看的 还可以再看更多 好,我选一个这个好了 看起来好像比较简单 好,这边可以预览一下 还蛮好玩的 这边可以预览一下 网站的长相 大概是长这样 好,好像单页式的销售业 有没有,这个不错 感觉不错 下一步 好,然后开始建立你的第一个文章 嗯,那刚开始 文字 好,测试第一篇 第一篇的内容 内容 好,这边是储存草稿 这边是预览 这是published post 就是把它 po出去了 那这个是插入照片 插入一张照片好了 我们先 好,插入一张照片 这边照片再上传了 照片太大了 刚才是随便选的 选到一般照片 一般我会把照片先压缩之后再上传 好,没关系 上传完毕 送出 publish ok了 第一篇 好 欢迎你来到这个控制台 按下down完成 这是第一篇 好,然后呢 我们回到自己的网站去 按这个myblog 这边有个伴通奇迹 其实一个账号 它可以 它可以建立很多个blog 你看这边有个create a new blog 然后这边是刚已经新增完毕的 那我们去看一下刚刚新增完毕的 点一下 ok 你会发现这个网址就是你刚刚命名的网址 好,这是首页 那刚刚打的标题名称在这里 网站的主题名称 然后副标题在这里 好,这个主题名称呢 它也会显示在这边title 好,那这样网站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是在编辑这篇文章的话呢 你可以回到后台去 按这个控制台 好,这个就是后台 那后台都是 后台都是英文 其实可以修改 可以把它改成中文 那在哪里改呢 这边有个设定 好,设定这边 language 把它改成中文的界面 好,改一下10区 10区加8 台北加8 好 那你又看到这边有你的email嘛 你申请的email 那如果有人来留言的话呢 他就会寄到这个email通知你 有人来这个网站留言 好,save 好,然后我们再去前台看一下 按着control 然后再按这个按钮 好,就可以回到前台去 好,那刚刚这个save change之后啊 这还是英文嘛,对不对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咦,啊怎么还是英文 在这里 你可以修改 你也可以修改 Modify 修改 界面 语言 点一下这个 这边有个interface language 改一下 ZHTW中文翻题 好,最下面储存一下 OK,改好了 左边全部变成中文咯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继续去新增文章 新增文章的地方在这里 这边有个新增文章 你就可以再去新增第二篇文章 好,比如说这边第二篇 第二篇文章 那你如果要插图片的话呢 按新增媒体 然后选择档案 你就可以去挑一张图片 挑这张图片好了 比较小 好 这边打勾勾的这张图片 按插入字文章 它就插进来了 按一下enter好了 让这个图片跑到字的下面来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发表 发表文章 它告诉你说 你已经publish 总共两个文章 在这个blog里面 第二篇文章 OK 那你可以把这个叉叉关掉 让它秀出这个首页就好了 然后目前我们是 因为已经在登录状态下 所以会显出你的账号 然后还有左边的这几个按钮 选项 你可以直接移到这个title的名称 然后按控制台 就可以回到后台去 那如果说你现在登出的话 登出的话 上面这一个按钮列 就会消失了 上面这按钮列就会消失了 那这个blog的名称就是这个 刚刚讲过 这是你自己命名的账号 然后后面就带这个免费的网址 opress.com 所以这个blog是申请就有了 那它好处呢 为什么我们不用Google的blog 因为Google的blog 它目前在大陆地区看不到 会被封杀 那这个opress.com呢 大陆地区还可以看得到 台湾跟大陆都看得到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 在这边建立blog 而且它也可以去新增表单 很简单 等一下我们来讲 怎样去新增表单 所以这一节主要讲的就是 怎样去申请一个 opress.com的blog 那待会呢 我们就来讲 怎样在文章里面 插入表单 收集客户的资料